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ython3 今天咱们的主题 大家请看各种if语句 上一期我给您讲解了 if语句基本的使用方法 今天咱们再看看它的变种 变形 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知识点 首先第一个if 这是咱们上期讲过了 对不对 如果满足某种条件 就执行某种处理 OK 接下来if else 怎么理解 else什么意思 否则对吧 如果满足某种条件 就执行某种处理 否则如果不满足的时候 就走另外的处理 这是否则 第三个if 如果满足某种条件 就走某种处理 没问题吧 否则如果满足另外某种条件 就走另外某种处理 这是else if的意义 如果前两条件都不满足的话 就走最后这个else否则 没问题吧 同时注意看 我这个第三个写法 这个else if 可以做多次循环 就是第四个的写法 什么意思 如果有编程经验的朋友 可能听到这就明白了 我知道这个python的意义了 如果我们不明白的朋友 没关系了 咱们直接看代码 你马上就能够明白 马上就是今天的实战演习 今天实战演习 我先给您见个人见 咱们老规矩 一边执行是一边讲解 好 我先考验进来第一部分 这个和上期一样 咱们做个小复习 稍等 我还是把这个 屏幕分成左右两部分 左边是代码的部分 右边是咱们执行结果的部分 我先执行一下 注意看 这个代码和上期是完全的一样 够 什么都没输出 为什么 大家注意看 我这有个分数 五分对吧 我这写上了 如果咱们得分大于30 我认为就是MVP球星 没问题吧 那比如说 我这给一个35 再运行 MVP球星 没问题吧 OK 这是来判断point 是不是大于30 一般在NBA当中 咱们一个赛地下来之后 如果平均分 大于30 那就咱们认为 它是这个 不是MVP 是超级MVP 一般平均上20分 就已经很厉害了 对不对 好 咱们做完衣服 咱们再做这个 if-else判断 看看该怎么写 大家请看 我先把这第一个例子 屏蔽起来 大家请看 我第二个例子是 if-else 如果得分大于20 我会打印出 绝对球星 没问题吧 如果 否则 否则什么意思 就说这个point 这个变量 它不大于20 它小于等于20 我会写上 未来球星 没问题吧 看结果 因为咱们现在的 这个point是35 它大于20 所以说 我现在这个代码 运行的结果是 屏幕上会打印出 绝对球星 注意看 够 绝对球星吧 没问题 为什么 35吗 如果比如说 我这个平均场次得分 只有15分 好 咱们再试试啊 未来球星 没问题吧 为什么 因为这点我做了判断嘛 如果大于20 才是绝对球星 否则 否则说明不满足上面这个条件 那么就打印出 未来球星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 if else if else 试一下 这个判断就更细致了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第二个判断 如果小于20 难道就真的是 未来球星吗 如果他得分 平平得分 只有1分2分 那也不能称球星 对不对 好 咱们看if else if else的这个条件 是啊 注意看 如果我point大于30 则是MVP球星 没问题吧 如果不大于30 但是如果他大于等于20 也就是说 当不满足上面这个大于30的条件的时候 会再做另外一个判断 你这个point是不是大于等于20呢 如果大于等于20 我说这是个绝对球星 没问题吧 大于30 是MVP大于等于20 是绝对球星 如果前两条件都不满足的情况下 走最后这个否则 会胆出未来球星 可以吧 新星值得培养吧 对不对 好 咱们看一下这个结果 我先把咱的point改成35 改成35 说明他要走上面这个大于30的逻辑 MVP球星 看看是不是啊 我清一下屏 go MVP吧 没问题 为什么 得分超35了吗 对吧 好 然后把它改成 20大于20且小于30的这个区间啊 比如说25分 没问题吧 那么咱们看咱逻辑 这个25的时候 point等于25的时候 会走哪段代码呢 它不大于30 但是它大于20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会打印 绝对球星 试一下 go 没问题吧 绝对球星 绝对的嘛 场率25分 这还不是绝对球星 小托马斯 对吧 地表最像175 OK 比如说 它既不大于30 也不大于等于20 15分 的时候呢 该打印什么 很简单嘛 前两条件都不满足 它就走第三条件 第三条件什么 未来球星 对不对 试一下 go 所以说 打印出了未来球星 这就是简单的 if IOS if IOS 的判断 非常简单 非常符合咱们正常的逻辑思维 好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其实就简单了 这个就是在上面的基础上 我呢 又加了 一层 IOS if 内容没有任何 几乎没有任何的区别 仅仅是说 如果大于20的时候 是绝对球星 如果大于10 我就多了一个大于10的判断 刚才这个地方 是没有大于10 对吧 这就作为大于10 如果大于10 那么我认为 你是未来球星 未来有可能超过20 对吧 如果你既不大于30 也不大于20 也不大于10 你多分只是一个个位数 那我只能说 你是普通球员 很明显 我最后这个判断 更合理 对吧 好 咱们试试 我现在碰走式 15分 那么它应该走哪个逻辑 走这个 未来球星 对吧 好 试试 go 没有问题吧 那比如说 我这改一下 我现在 这个一个赛地下来 我得分只有5分 那怎么办 它不满足上面的所有条件 那么它会走 否则IOS的循环 普通球员 go 普通球员吧 没有问题 这就是简单的 ifIOS ifIOS ifIOS的一个写法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 每种语言中 都有类似的写法 Python 其实更加简单 推荐给您 一定要掌握好 这是咱们今后学习科学计算中的基础的基础 您一定要掌握 OK 以上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一符语句的各种写法 不知道您听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我的代码会放到科研中国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会传到优酷YouTube 包括果币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那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